第三种详细页广告 详细页广告是以咨询信息流的形式展现在新闻列表当中 原生配合标题5案友好精准的传递品牌信息 支持调整H5页面 一键下载APP 那么接通是在进入详细页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推广的是飘了一款产品 那么它就是以标题文案 然后这样一种形式来进行推广 接下来我们来看新浪服役 新浪服役是依托新浪双平台 多中单的海量资源 对新浪网新浪微博移动客户端的海量数据 进行多维度的挖掘 为广告主提供精准定向和创业优化 双维度服务的程序化广告 平台 那么新浪服役的广告的优势 第一品牌提升 新浪强大的品牌影响力背书 第二是优质资源 新浪网外部端和移动端存占的优质资源 都可以进行使用 第三是优质用户 高学历用户高收入高消费 那么三高优质用户 第四点 精准定向 大数据多维度的分析 精准能锁定目标用户 效果付费也是按照CPM 以CPC来进行 新浪服役广告的投放展现形式 第一种 新浪网 也就输入在PC端 覆盖32的频道 包括新浪的首页 新闻 体育财经等核心频道 并450个优质资源位 日均的PV约是14亿 就是我们平时在打开新浪网站的时候 可以看到的多种广告位 第二种 手机新闻网 涵盖各个频道 包括新闻 体育财经等核心频道 信息流的形式呈现 近50个图文推广资源 日均PV16亿 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这张图里面显示的广告 便有一个铝额类的广告 以及两个铝额类的广告 来展现 第三种新浪 新闻客户端 以及联盟的APP 新浪主流的APP 以及深度合作APP核心资源位置 外部广告联盟 2万多个资源位 日均PV是16亿 我们可以看到 往右边这张截图里面 是魔兽世界8000万玩家 亲情推荐的一款官方手游 也就是说是一款手游类的APP推广 接下来我们来看搜狐会算 搜狐会算是搜狐旗下的金融广告影响平台 广告主可以根据广告的形式 投放地域时间评刺 用户类别来进行精准的定向 在搜狐视频搜狐新闻客户端 搜狐网等平台进行产品推广 搜狐会算的广告优势 具有快平台的优质资源 汇聚于搜狐多平台的优质资源 第二种定制化的定向 根据需要时间地域的多种组合定向 第三种 全方位的效果监控 预算控制 效果反馈及优化 效果付费是按照CPM以及CPC来进行 搜狐会算广告的投放展现形式 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搜狐网 也就是PC版 搜狐模糊优质的内容 月度的UV达到3.5亿 中国网民月度UV5.1亿 搜狐会算就涵盖到70%的网民 第二种手机搜狐网 日中PV是5亿 UV达到4千万左右 国内手机网站行业数一数二 第三种 搜狐新闻客户端联盟APP 国内手各用户数 过亿的新闻客户端 央视新闻等入住 全媒体订阅突破4.5亿 推广的形式也是以信息流形式来展现 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接通右下角 有一个推广的按钮 去项目吃美食 上南洋超幸福 这样一条广告的呈现出来 好 最后一个腾讯智慧推 腾讯的智慧推是整合腾讯资讯 娱乐社交三大体系优质资源网络的一种效果营销服务 腾讯智慧推广告的优势 第一点海量用户 涵盖腾讯8亿高度活用户 触达广泛 加准丰富的资源 整合腾讯最优质的资讯 娱乐社交资源 第三种便是精准投放 腾讯大数据基础 深度挖掘进行精准的维交 第四种是联合组合 视频图文多种资源的自主组合 可进行联合投放 效果付费也是按照CBC点击次数来付费 腾讯之后推广告的投放软件形式 第一种腾讯的新闻客户端 广告形式多样 投文结合和视频丰富 放广告的效果来进行多形态的呈现 我们可以看到一款 只求纳斯APP的广告推广 第二种是腾讯视频 周覆盖和Yoke覆盖人数增逝凶了 然后云头赶超 用户的覆盖数量往不上升 位居第一正义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 这图中在一种广告的展现形式 第三种是腾讯网 腾讯网日经PV达到9.3亿 然后超过了很多的新闻门户 腾讯网已经成为用户在PC当 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之一 过来是腾讯网的迷你首页 这个每天大家在登陆QQ的时候 都会有弹窗提示 然后呢 越后用户达到8.21 这个也是我每天都会去看的 以及去浏览的一个新闻来源 那么总结一下 然后这一共有8种的广告营销渠道 而它的广告存现形式分别有 信息流广告 开评广告 详情页广告 朋友圈广告等 那它的付费效果 一般都是按照CPC以及CPM来进行 那么本年会的作业便是 结合自家产品的用户画像 找到合适 适合于自家产品的一个营销渠道 来进行生日的了解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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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